我是生物老师 我是自然科老师 我不是国文老师 这个我的学生在冲突之道 可是有一段时间 我们班上的国文老师 请假 那教务处很好意 就说好 你们国文老师请假 那吴老师 那你来代课 我要要欲试 我想说太好了 我真的没有地方发挥 我这个 可是我一代课 糟糕了 就不久就遇到考试 结果考试题目 其中有一点 叫做我们的校训 作者是谁 结果那一课就我们的校训 以前的国文课本 第一课 大部分都不是孙中山泰江中正 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我们那一届 我们的课本 第一课叫做我们的校训 结果答案一半以上 都是讲读 我整个都打了 好 我那班 因为我那班是自由班 自由班表示说很为例书啊 对 结果咧 全国大家抗议 老师 你不是校训不来的 你不认识啦 我问老师说讲公对啦 讲公 讲公是谁 讲公就讲公嘛 还有谁 我说骗一下 我说骗一下 你骗一下 我虽然不是校训不来的 但是我知道讲公有很多 哦 讲公哪里有很多 我说好 不然这样 我带你来摸阿婆看看 那样 可是 蒋夫人 这是宋美灵吗 事实上什么叫做讲公 所有姓蒋的 上了年纪的 我们对他的一种尊称 叫做讲公 到现在 听到讲公的 马上制约反应 制约哦 就想到 只有宋美灵 好啊 不然你说 想要做讲公正的母 他也贵一下 讲公正的母 我们才知道 他也是贵一下 为师父你跟他在那里 宋美灵 所以这就是导演 所以这就是导演 当过以来 我们台湾的导演 就是就这样 没有任何一项 过一项 在给我们制入戏 无缘传染 在载制了我们整个台湾的指令 所有的语言思考